华联县爱乐歌唱协会 星期天举办今年夏季 日本歌谣演习成果发表会 会员们精心做日本和服装办 上台演唱日语歌 非常的优雅 而吉安乡长游树珍也到场 鼓励银法族们多参与休闲娱乐活动 透过歌唱练习 快乐生活每一天 华联县爱乐歌唱协会 星期天举办今年夏季 日本歌谣演习成果发表会 会员们精心做了日本和服装办 上台演唱日语歌 非常优雅 我们这个协会有一个歌唱班 主要的目的就是 让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 或者是有闲的人 有空的人来来学习 一方面也是多学习一种语言 那一方面来学习唱歌 唱日本歌曲 因为好像有对我们 这些中老年人的胃口 那么这一年来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上课一次 一次两三小时 大家很认真的准备 很尽量的来筹备一下 大家有表演的机会 你看你们都很认真 一早起来化妆穿音符 都很兴奋 希望我们努力的成果 大家会喜欢 既然香港游淑珍特别道场 鼓励音法族要多参与休闲娱乐活动 快乐生活每一天 活到老快乐学习到老 花莲宿爱乐歌唱协会 每年都会来举办成果的一个展演 看到每个老大人身穿日本和服 以及精心的装扮 特殊的这样的创意的一个展现 就是把自己的学习能够呈现到最好 吉安相公所乐于协力 为我们的饮法乐活 推展出各项的歌唱以外的任何的学习活动 甚至于是展演活动 希望他们在退休之后 能够活出更多的精彩跟美好 爱乐歌唱协会 这次有50多位的学员登台现唱 大家精心装扮大方登台 展现学习成果 也透过优美的歌声 让生活更丰富有趣 这旅会吉安相报道